20万开完新款的福特蒙迪欧 再开丰田凯美瑞 它俩差距有多大 哪个更值得拥有 我们进行对比一下这两款BG车 20万如果让老铁 小伙伴们你们去选择 蒙迪欧和凯美瑞 你们会选哪一辆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弹幕 欢迎大家总罚评论点赞 那么说到驾驶感受 乘路感受 我们就得先说一下这个 两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福特蒙迪欧 看看它有哪些变化 首先售价刚上市没有任何优惠 15万9800到21万6800 当然我们这块可以免费私驾的 如果你想私驾 它可以摆车开到你家门口来 然后进行私驾体验 这点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开到你家门口来 那么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 高功率的2.0T直奔河轮载发动机 照以前的2.20款 扭矩还有马力都有什么提高 匹配一个8AT的变速箱 老款2.20款是一个6AT变速箱 它给你匹配一个8AT变速箱 这点就是厚道 加配子不加价 扭矩增加到了376 马力增加到了238 可以说是非常厚道的 轴距也增长了100毫米 达到了2000多毫米 达到3000毫米了 非常非常厚道 并且正常加92毫油就可以 前后都是独立情况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 丰田的凯美瑞 它有2.0升 还有2.5升可以选择燃油板 还有2.5升的燃油混动 燃油混合 那我们对比就对比这个 2.5升的自然吸气 匹配也是一个8AT变速箱 那么其余的版本都是CVT变速箱 扭矩达到了250扭矩 马力达到了209 这个扭矩和马力还是不低的 尤其是这个马力还是不低的 毕竟是2.5升 是不是 拉动这一车动力也不会弱大 只是说没有那么 目楼中下那么暴躁 那么推背感机强 说完了发动机 这个还有变速箱 我们再说一下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开这个新款福特蒙迪欧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它的加速是特别的迅速的 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快速 很灵敏 发动机变速箱调校得非常的好 非常聪明 扩展很积极 而且这个轻微的采样油门踏板 就明显感觉到动力输出 很饱满 很快速 如果身材油门踏板 明显感觉到那种强烈的推背感 而且还没有任何顿戳 非常平顺 调校得非常好 整个车的这个底盘 悬挂的支撑都表现得都非常好 很沉稳 并且隔音做得也很棒 尤其是操控 底盘的扎实感特别好 我认为已经物超所值了 无论是动力上 还是这个整体悬挂 底盘的这个表现上 都是非常好 所以非常人满意的 而且这台车的内饰 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块从左到右的过程式的大这个显示屏 很有科技感 很高级 很符合当下的这个年轻人的损美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凯美瑞的驾驶感受 虽然是一个2.5升的自然系发动机 比较8AT变速箱 它的加速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很线性 很平顺 但是没有那种强烈的推背感 你想要超车的时候 它没有这种蒙迪欧能给你那种强烈的推背感 这台8AT变速箱还是比这个CVT变速箱好很多的 所以说这台车开起来 隔音方面 底盘的扎实感方面 它是没有这个蒙迪欧好的 但是平顺性还是不错的 油耗方面 它要比这个福德蒙迪欧要低一些 能低也就是两个油 多了也低不能去 这两台车 如果是我 如果我就喜欢这个蒙迪欧 因为开起来更有驾驶乐趣 推背感 很爽 现在谁开车 谁都不愿意开这种 佛系的像老牛车似的吧 但是开美瑞还没达到像老牛那种程度 因为它用上了半IT变速箱 所以说比CVT好一些 如果大家想追寻一些平顺 去家用 那你选择快美瑞 如果你想在平顺的这个基础上 再增加一点这个 推背感 驾驶乐趣 你就选蒙迪欧 如果大家经常跑高速 你也选择蒙迪欧 这个开美瑞更适合于家用 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20万 让小伙伴老铁们 你们去选择 你们会选择打开车 或者是有没有开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也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我们在评论期间 欢迎大家走发评论点赞 拜拜